徐琐琼 read. McFat 本書分錯誤 mushrooms and sew-in 七人設立封 瑟琼 許倫老師 好好 lou 今天 各位老師 請各位來賓 今天是 我們第一場 第一天用舞蹈 用座談的一個形式 就是一樣來討論蔡老師在這裡的場所正向 我們也謝謝副美校長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是不是也請尤美女委員出席 請一下 我們的許女前護士長 文漢教授 黃黎教授 維蘭跟張校長 帶我們所有的貴賓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敬愛敬佩的快樂燕 早江 實事實中的一個體驗 在美揮古蹟 一個非常有無怕氣 氣質的地方 我們剛剛看了這樣的表演 現在我們再來一座談 讓我們的溫習儀 這樣一個台灣現代五星流上共同來懷念它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剛剛柯市長來的局 全部是兩邊的柯市長這樣 其實這麼一個好的地方 應該要讓它有事發展 有事經營 而不是三年換月一次 那如果萬一換了不是 不是我們的這個 台北的這個 不是基金費的話 那將來可能這個一個無況會變掉 對這個部分 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那的確要在台北市找到一個 這麼分圍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來今天 來看這個委員會 來今天 我想這是一個最有意義的 那我想就不知道大家 讓大家使用 就把棒子交給我們 今天就值得 謝謝 校務董事長 還有 黃老師 還有長政 還有林宋 還有我們 當校長 有委員 還有在座各位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是我 十五年前 開始搶救這個古蹟 第二次來這邊公開講話 那因為過期這十六年 其實是非常不爽在這裡 因為每次出現在這裡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既然 因為蔡老師生前有交代說 一定要讓管委或我 一定要有一個人在基金會有沒有 每次我們一出現 就會被台北市公平化 所以我也可以說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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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下這時候是他們的 我們就 文忍一下 文論一下 總有一天等到你們 今天總比 要換正前 所以 我 只好再出現 因為有新的任入 上一次出現 其實是 因為 古蹟鋼指定完成 那 當年要指定 要保存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 市政府提出來的都是法律 工產要收回 霸占工產 還有什麼輝煌 有的沒的 我們發現說 我們單用歷史文化 跟它對抗是沒有的 因為法律是 非常沒有人性的感覺 我不是說它沒有人性 它是沒有人性的感覺 就當然要用華麗教隊 後來我們想一想 就是用指定古蹟來跟它對抗 很幸運成功 可是 開館那一類 我有說過 台北市很多紀念館 有的沒的紀念館也對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 像這種偉大舞蹈家 或是文學家的紀念館 你看 林立堂 林立堂有個紀念館 可是大家又幾個人知道 林立堂是誰 林立堂跟這塊土地的關係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這個 我那時候就已經知道說 用OT的是 總有一天 大家會 這個 古蹟的定位會有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其實昌雲應該是 要做 蔡瑞 紀念館 舞蹈紀念館 而且這個名字 是不能再拿到再改變 或者是 每三年一次OT的時候 哪一天就變成 中山北路有氧舞蹈館 哪一天就變成 什麼什麼什麼 交際舞 國舞 信念 什麼 信念班 會不會變成這樣 當然會啊 哪天OT就是那樣的班 我說這樣子 對這裡 這塊土地是一種騙 對長眼來看 一定要把它 牢牢的 固定在這塊土地上 讓這個名字 做一個永遠的紀念 所以 蔡瑞紀念館 一定要把它固定下來 再來的運作 是叫做 蔡瑞葉舞蹈紀念館 而不再是一個OT團體 那 今天 我 透過管委員的嘴巴 已經跟TED 跟柯斯坊講的 也跟烏拉吉坊講的 他們這次動聽懂 我們在講什麼 不說這個OT 我說不是OT 是BOT 台北市一大堆 你看動輒百一 動輒30年50年的BOT 你看那個三創 它BOT 本體是地下填折廠 結果他們所圖的 是上面那個 誇張 消當 虛偽的文創園區 我跟他說 這裡才是真正的文創園區 這裡才是真正的BOT 他說為什麼 我說每天都在生產的 那個就是VR 每天都在這邊 訓練 教育 表演 那個就是VR 然後就跟市政府合作 這個就叫VOT 這樣還被你們三年零詞一次 我說這是不對的 這表示這個城市沒有文化政策 沒有一種長眼的觀念 沒有對這個城市的文化價值有所肯定 這一次他們中了聽懂 我說我每次就跟林宋他們講說 抗爭我要是適當的時候抗爭 這樣很久時代 對牛殘疾是沒有用的 我們一定要把政權改換過來以後 再講話 聽得懂的人 所以一次來他們就聽懂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基金會 這次的董事會 任期內的最大的任務 就是要把它變成蔡瑞瑜舞蹈紀念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生命都是有限 在舞台站的時間裡都是有限 總有一天要下台 總有一天要離開 所有的關係 但是要讓這一塊地方 變成一個藝術反抗的象徵 這個藝術表演有一種很珍貴的是 我雖被打壓 我雖受到無情的破壞 但我仍然堅持影響 我仍然能夠花光花樂 我仍然能夠茁壯成長 這個才真正那種最可貴的藝術精神 我們要把這一塊土地留下來 要把這個管留下來 那叫什麼就叫蔡瑞瑜舞蹈紀念館 我覺得這四年 要把它當作一個任務來完成 因為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搞不好四年後又換人了 當然我們要不要被臨此一致 所以一定要在四年內 把它擾勞 用一個落印把它蓋住 所以就永遠再也沒辦法改變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座談會 來紀念蔡老師十多年 四十十多年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任務 我在今年的初刊 我也把這個想法寫出來 我也認為 這是你要趕快來達成的 以後不要再去做這些很低層次的抗爭 每次都是來跟你抗爭什麼OT 或什麼T 我們就是要紀念館 我們就是永不改變的紀念館 我們將來所從事的是一個叫做紀念試驗 而不是OT 委託建議 我們將來要做的是一個紀念試驗 所以從事這個蔡瑞葉舞蹈社的這個保存 也讓我產生很多靈感 所以管理委員辦公室前年有提出一個文化資產保存 直施三十多年總體檢訪 我們也從這個蔡瑞葉舞蹈社的保存 得到很多靈感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全面歡休 有特別注重文化資產平等的參與權 什麼叫平等參與 文化資產的指定 任何人都可以指定 都可以提出 還有官民合作的平等合作權 那個其實都是從蔡瑞葉抗爭的過程 讓我們知道 要有一個國家跟人民之間有一個很平衡的立足點 來保存文化資產才不會偏亮 照市政府的那種思維跟邏輯 這個不叫文化保存 我也常說 近代文化資產的保存已經朝向複合型的 什麼叫複合型 有形無形跟自然都融合在一起之內 照市政府的話 這個地方只有財產沒有文化 只有財產沒有意思 只有建築沒有意思 所以這樣子是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文化跟歷史 也當作是財產的一部分 然後跟市政府這個有形的財產 是平等的 我們可以合作 構同來支援 這樣一個觀點團隊 所以這次我們辦公室的文治法 也都是這樣修正 還有第三個平等參與權 就是政府不作為的時候 人民要怎麼辦 我們也做了一個詳細 現在碰到很多問題就是 你申請了是不是政府不理你 那要怎麼辦 我們這次辦公室的辦公室 對這個做了很詳盡的一些規定 那當然文化部看得很頭痛 就說照你們這個開法 文化部要花一千里來做都不夠 那我們說 那你們就不要做了 萬人做了 所以我今天再度來這裡 我要先是 就是說我們辦公室要協助這裡 這個地方要做的 就是讓在這四年內 讓它變成 它也會把幾年 剛剛我也把這個觀點跟文化機長 他們都是一直聽到這些觀點 他們一直都是歐體的觀點 他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真正的歐體 所以剛剛他們聽懂 聽懂我們當然都會來進行 所以我很榮幸 有機會來認識蔡老師 跳老師等等很多舞蹈界 其實我不會跳 從這一輩子沒跳過 連交際舞 我自己辦過很多舞會 自己從來沒跳過 但是卻有幸 因為這個地方認識很多舞蹈界的朋友 我也覺得很不錯 那到三個月為止 我們辦公室所推動指定的 5G 1G剛好是84G 那恐怕再過幾個月又有一堆燈塔要被指定 那個也是我們辦公室 不要是林宋他做了調查 大概文化部跟交通部 大部分都接受我們的觀點 跟我們的調查 他們已經在進行這樣的程序 指定的程序 所以很快就會破版 那全國的燈塔 三十八座的燈塔 那很多大型的 自愛男型的 對被政府不堪淋捏的這些文化資產 我們也因為這些以南雜證經驗過 現在很多人都在找我們去幫忙 去接一下 你看花山也是我們出面去把它指定 我記得花山也是台北酒廠 你看那麼龐大 當年立法院都編了兩百億的預算 那模型立法院簽證的模型 通通都做出來 我們還是把它變成 變成這次台北集團 他一百個不願意 我們辦公室也把它弄到 用立法院三途通過 強制立法強制鐵路集就辦 所以他們就在問我說 那個勒森宴 我說對不起 那時候我剛好在台南當護士 沒辦法管到這個事 所以那一件事情就沒有做到 我希望這些種種的歷史 都讓我們自己在這塊土地的生命更有意義 也都讓我們自己在這裡留下很有意義的一段生命運輯 所以我其實也是很偶然的機會跟蕭老師他們認識 但是這個是非常美麗偶然的藉口 讓我生命中開了另外一個善創 對我來講實在是非常大的一個成長 跟市民的開闊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每次我有回台北 我如果有機會走 我經常都從伊法艾利斯特走到雙年 然後再去搭街等等 我都會晚上從這裡經過就覺得說 這個城市有留下這麼一塊 實在真的非常美好 我們一定要讓這位永遠留住 絕對不會 絕對不要讓他變成什麼有氧的舞蹈感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樣做開場 來跟大家共勉 謝謝各位 謝謝幾位老師的參與 那我們中心事務協議班老師 我們幫我們開始講他的看法 謝謝你們 過 mobil beste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